首先,请您准备以上三样物品,并将晶片卡放入载具中 打开环宇金融网输入您的登录资料 在电子信箱中找到密码通知函,使用预设密码登录 输入原始密码,并依说明变更密码 请您跟着指示,点选管理设定,授权中心,人员管理 依据您的需求设定流程套餐,这边以三层式流程为例 依据点选加号,设定编辑,审核及放行人员 点选放行,确认无误后,务必再次点选 点选放行,确认无误后,务必再次点选 确定放行 接着点选角色管理 选择要变更的角色 依据您的需求新增或减少权限 点选放行 确认无误后 务必再次点选 确定放行 流程套餐以预设交易为三层式流程 如果您有些功能需要两层式流程 可以先点选签合流程管理 新增签合流程 输入流程名称 若您为越南客户 请记得点选编辑者不可审放为 依据您的需求加入放行流程 也可以选择预设的简易式流程 双集未设定角色 选择执行该流程的角色 点选放行 确认无误后 务必再次点选 确定放行 接着点选交易签合流程设定 选择要调整签合流程的功能 选择要套用的流程 点选放行 确认无误后 务必再次点选 确定放行 确认签合流程的状态是否已经变更 请您继续跟着指示 点选凭证管理 环境侦测网页 这边请您检查原件状态 若显示未安装 请点选下载 若显示 原件已安装 您可以跳过此步骤 安装完成 请您再次确认原件状态是否变更 请插入您的凭证 并到凭证管理 用户申请凭证 阅读完用户约定条款后 点选同意 点击荧幕中的键盘 输入载具密码 晶片卡密码单内 再次输入您的载具密码 凭证下载完成 点选JavaCard管理 JavaCard密码变更 输入原始载具密码 并变更密码 电子凭证启用成功 赶快来试用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